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恋案 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就连批苏真昌对号入座 3月21号 民进党中常委黄庆林在民进党的中常会提出 要用党员投票的方式将沈富雄 罗文佳等人排除出民意代表选举提名 有评论认为将他们排除在民意代表提名之外 是民进党高层排除一起的行为 那么这些改革派的民进党人士为什么会遭到攻击 在热点透视中 我们通过卫星连线 请两位台湾嘉宾为您做详细分析 为了力挺马英九迈向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之路 3月22号 国民党45位乡镇市长跟议员们 共同为马英九成立了一个阿九后院会 在后院会成立现场 有非常多的来自台湾各地的年轻的民意代表 气氛非常热烈 阿九后院会成立现场 马英九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希望这个组织能吸纳更多的年轻人 在场的都是未满40岁的县市长或者县市议员 他们也是充满了理想 希望透过改革团结合作 从政国民党跟我的理念完全一致 所以我们会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而且不断地扩大我们的组织 能够把所有关心台湾的年轻人都能够纳进来 在后院会上马英九喊出了阿九赢台湾行这样的一个口号 希望能为自己在2008选举之前来造势 以主打民生经济来唤起选民的支持 马英九还为各县市负责召集 阿九后院会的县市议员进行了授旗 国民党党主席补选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参选人之一的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洪秀柱 22号举行记者招待会 呼吁国民党要公开透明 举办一场具有竞争性的党主席补选 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洪秀柱 22号紧急召开记者会 呼吁国民党中央在党主席补选过程中要公开公正 今天在这边呼吁我们党中央 是不是让我们办一场公公平平 开开心心 热热闹闹 换起大家党员一起来关注的 让人家耳目一新的 一个具有竞争性的党主席的选举 非常高兴 也给大家看到我们国民党 是一个敢于接受竞争的一个政党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主席选举工作已经展开 按照国民党规章 参选人必须有超过三万名党员的联署 才能取得候选人资格 目前吴伯雄获得八万九千名党员联署 洪秀柱获得四万八千名党员联署 但这次将对党员联署进行审核 洪秀柱认为 国民党自从有联署制度以来 从未对党员联署进行审核 这次党中央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通过如此严苛的审核做法 是不公平的 按照国民党的选举公告日程 将在4月7号投票选出国民党党主席 21号国民党民意代表党内初选领表截止 共有152人次领表参加党内初选 多个选区呈现了参选人挤爆现象 现任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没有领表 国民党秘书长吴敦义则领表参选 展现蓄留立法机构的雄心 国民党民意代表初选领表日程 从19号起到21号结束 经由党员联署程序后 预定3月30号到4月2号办理登记 有关党员投票与民意调查的初选日程 将是各选区状况不同 区分三题次 分别是4月28号 5月19号 6月9号 根据组发会统计 共有152人次领表 本应一选区只有一个席位 但是却出现5人以上报名参选 参选爆炸的选区 有台北市三选区 台中市三选区 屏东县二选区 四人领表与三人领表的选区也很多 都将通过初选局胜负 在全台湾73个选区中 无人领表的仅有桃源县二选区 苗栗县二选区 与台南县第二第三选区 一人领表选情比较单纯 确定不办初选的 则有高雄 基隆 宜兰 桃源县 台中市 南投县 云林嘉义等共26个选区 另外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 王金平22号表示 年底将不再争取党内不分区 民意代表提名 国民党秘书长吴敦义 则领表参选 展现蓄留立法机构雄心 据国民党党中央透露 如王金平不续任 吴敦义是参选立法机构 负责人的人选之一 为争初选民进党内四大天王 竞争激烈 相继放话案批对方 3月22号由台湾媒体追问吕秀莲 此前她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基要费案贞结后 有人已辞职要挟陈水扁 案中批苏贞昌的意味浓厚 吕秀莲说我没有指名道姓 有人要对号入座 你们应该去问他 吕秀莲曾经暗指苏贞昌 在施明德发动倒扁运动的时候 跟陈水扁开条件要陈水扁下台 不过苏贞昌在为自己校区后 吕秀莲也强硬回击 他表示其实他并没有说谁逼宫 如果有人对号入座 他自己要负责任 我没有讲逼宫 我也没有指名道姓 如果有人要对号入座 他自己去负责任 从昨天的谈话 吕主席应该是很直接证实 我是去跟大家共同 因为我上的节目是 要我讲讲在红山军事件 那我说我们一起来回忆 我没有指名道姓 我没有用逼宫 但是昨天吕主席不是等于直接证实 我讲的是事实嘛 独派团体台湾社3月24号 将邀请民进党2008参选人 参加电视证件辩论会 苏贞昌 游锡坤 谢长廷三人都会出席 由于台湾社被认为是立场深绿 有人就质疑台湾社 偏爱立场醉绿的游锡坤 这是给他创造舞台 对于这样的质疑 台湾社出面否认 由立场深绿的台湾社 所运作的电视证件会 3月24号就要登场 对于外传台湾社 偏爱立场醉绿的游锡坤 22号在美国向台湾记者 进行了否认 没有 我们从来没有表达过 支持任何一个人 为了要在民进党内部的竞争中 脱颖而出 谢长廷走的是 靠近蓝绿通吃的中间路线 苏贞昌则是范绿里面的中间路线 而游锡坤走的是 基本教育派路线 每个人定位不同 在即将要举行的电视证件会上 各候选人将会清楚说明 自己的立场和证件 从他们过去的一个 从政的一些经验里面 我们对他们有一些担心的部分 我们希望他们说清楚 台湾社社长吴树敏 去年曾在自由时报 刊出的一篇专访中表示 这几年经验 让大家对台湾领袖特质 重新评估 没有本土意识 不可能当上台湾领导人 但是还要具备国际观 及民主自由素养 陈水扁 智囊 陈明通等人 出台所谓的第二共和宪法草案 遭到岛内质疑 台湾联合报日前发表了题为 绿营图届第二共和 为陈水扁挑毒的社论 社论说 绿营的所谓中华民国 第二共和宪法草案出炉 此时此际提出这部宪法草案 就其实质内容架构看 及其打算直接付诸公投的 操作程序看 这皆是一个对宪政改革 及台湾内外处境 没有建设性实意的政治动作 而只是欲借题发挥 在年底的立委选举 及2008年大选中 制造政筹 翻角选情而已 社评认为 推动第二共和宪草 真正的政治图谋有二 一 不论新县是否实现 皆可为陈水扁漂毒 转移焦点 将贪腐的陈水扁 转化成台独的陈水扁 二 宪法草案一旦实现 亦可为陈水扁制造巧门 给先任后的陈水扁 开出一条 从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 东山再起之路 对于台湾媒体报道 李登辉女婿 台市董事长赖国周 不顾公有资产代表身份 私下买进台市股票 近日被台湾的相关部门 撤换其代表身份 并解除她台市董事长 兼总经理的职务 台市是台湾四个 商业无线电视台之一 拥有相当的公有资产股权 李登辉女婿赖国周 是被指派到台市 作为公有资产的代理人 担任台市董事长 经调查 赖国周拥有一家私人公司 他购买台市股份 被怀疑是利用植物之变 所进行的私下交易 因为赖国周是李登辉的女婿 因此被撤职一事 被认为陈水扁与李登辉闹翻 有人在帮陈水扁出气 据了解 经初步调查 赖国周虽然没有违反 证交相关法律 也没有所谓的假交易 但有官方认为 他有维护公有资产的义务 他的做法会影响 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和竞标价格 不过外界有人解读为 陈水扁与李登辉撕破了脸皮 行政机构的苏贞昌 再帮陈水扁出口气 民进党民意代表初选竞争激烈 为争取参选 有人主张在党内清除改革派 请关注民进党内要搞大清洗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领 3月21号 民进党中常委黄庆龙 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提出 要用党员投票的方式 将沈富雄 罗文佳等人 排除出民意代表选举提名 因为沈富雄等人 一直被认为是 民进党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所以有评论认为 将他们排除在 民意代表提名之外 是民进党高层排除一己的行为 那么这些改革派的民进党人士 为什么会遭到攻击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 两位台湾的嘉宾 为您做深入的分析 一位是时事评论员蓝轩小姐 一位是台北大学的教授 郑有平先生 欢迎二位 李红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好 那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始末 近日 民进党内部再度传出 清除改革派的声音 引发关注 3月21号 民进党中常委黄庆龙 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提出 要用党员投票的方式 将沈富雄 罗文佳等 11名民进党改革派成员 排除2007年台湾地区 民意代表选举的提名 不过 因为民进党内有人担忧 会因此造成党内严重分裂 该提案没有获得通过 据台湾媒体报道 2006年7月 民进党解散党内派系后 以原来的新潮流系 为主力的改革派提出 要对民进党进行改革 并公开批评 民进党执政团队贪腐等问题 结果得罪深绿死鹰派 被视为民进党的异类 遭致踏罚 在民进党保皇派的授意下 台湾岛内的亲绿媒体 和地下电台 还发起了一波 针对民进党内改革派的攻势 点了11名民进党民意代表的名 并称之为十一寇 这十一人包括 李文忠 林卓水 洪其昌 段仪康 沈发慧 蔡其昌 林树珊 郭正亮 郑运鹏 罗文嘉和沈富雄 随后 民进党中常委黄沁玲就提案 要求对在台北高雄选举前 破坏党内团结的党员 送中平会予以党纪处分 十一寇中有多人被点名 保皇派的民意代表 林虫摩则声称 这些人就像是细菌 应该被消灭 面对火力尾角 被点名的民进党十一寇 不甘示弱 猛烈反击 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 这个裙子穿的短就被非礼 就我的感受 目前党内的气氛 很多人的反应就是这样 他们不去谴责那个非礼的人 他们不去谴责 非礼一个穿短裙的女性 是不是正当的 他们不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本质 他们去谴责那个女孩子 不应该在这个环境里面穿短裙子 在党内的这个提名的这个座位当中 他希望我们能够购选 没有办法受到提名 就是他们可以想尽办法 要把我们拉下台 但是我们就让百姓来决定 百姓如果论来我们的发言 论来我们平常的表现很好 他们能来会支持我们提名 不要抓狂 不要越想越极端 不要为了保护自己 而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这个全世界的政党一样 都一样 当你在衰退的时候 你就走向极端 有台湾媒体评论认为 民进党中常委黄庆林 再次要求清除民进党内改革派 意味着民进党内保皇派和改革派的矛盾 日益计划 在刚才短片当中 可以看到民进党中常委黄庆林 已经是多次在中常会上提出 要将改革派人士排除在民意代表提名之外 而且他还说 他要号召党中央召开临时的代表大会 那一定要就这个事情的给个结论 那我想请问一下二位 二位怎么来看 他为什么要多次的将矛头指向 这些改革派的民进党的党员 黄庆林曾经做过台北四党部的主委 那么这个人呢 在民进党里面 事实上是没有这种号召力 他也没有足够的政治能量 去推动这件事情 很明显的他的背后是集结了 一部分的所谓的保皇派 以及这一些金主大户 在他的后面给他撑腰 所以在去年2006年的年底 黄庆林就曾经在民进党内部 提过一个案 他提的案子很有意思 他说要把破坏党内团结的这一些人 主要还是这十一寇了 要移送中平 他说要把破坏党内团结束 他说要把破坏党内团结束